这是以前的陈瑞斌 这是现在的陈瑞斌 几个月前一道 在旅行有发生一些意外 所以我其实那几个月 我并没有很专心的在练琴上 来自台南的钢琴家陈瑞斌 几个月前在旅行室 发生了意外 右手小指骨折 我要谢谢很多朋友的帮忙 其实我有很多时间 我也沉思 然后在这几个月份的时候 我前心 然后我花很多时间 接触很多新的曲目 当我现在回头 在台上在演出 这些作曲家的曲目的时候 我特别有不一样感触 我特别跟以前演出 有不一样的心情 可能站在医生立场 他们觉得说我应该休息 但实际上因为我 既然合约我都已经签订了 所以我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好几场表演 我都有登台 我都有演出 包括将来 我也很愿意再把这些 真的这个作曲家 不一样的 他们创作的精神 怎么样的用在台上 用不一样的心情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希望说 接下来在台北的演出 6月4号跟北四国在传统艺术级的演出 我想我会再用更不一样对音乐的诠释 所以一次一次对我来讲 也都是一个新鲜的演奏的旅程 用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这些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 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我曾经有一个受伤 然后就影响了我的演出的行程 音乐也是陪伴着我 因为音乐从来没有间断过 音乐